长久农庄 大雪稍稍停歇 围墙内外那一片挨挨积雪 已经能把人的小腿陷进去 两名背着仲裁者步枪的警卫 压着四名衣衫褂褛的战俘 催促着他们在围墙北侧空地上 砌了一座土堆 他们在土堆里面封上树枝 枯叶 甘草之类的东西 只在顶部和底部分别留了个小孔 然后点了火 火渐渐燃起 从底部往上烧去 不一会儿便浓烟滚滚 我们为什么要在北门口点火 稍显年轻的警卫 看向了旁边的长官 脸上写满了疑惑 班首一丝不苟回答 管理者大人的命令 我们照做就行了 老实说 班首心里其实也犯着嘀咕 这么大的烟 不担心引来附近的掠夺者吗 其实掠夺者倒还好 怕就把流民们给引来了 北边在打仗 今年的冬天又不是一般的难熬 连路群都知道往南走 何况是人呢 马上要到11月了 那时候会比现在更难熬 不过既然是管理者大人的命令 他也没敢多问 反正照做就是了 全服公告 由于新装备数值需要调整 镰刀系列武器将在三日后登陆NPC武器商店 请暂时无法兑换奖品的玩家稍安勿躁 所幸这次不是bug 而且给了明确的修复时间 玩家们倒是也没太着急 只有少数抽中镰刀的小玩家们在论坛上嚷嚷着要补偿 然而 搭理他们的人并不多 毕竟中奖的概率决定了 大多数人都是飞球 只有少数人才是欧皇 欧皇还想要补偿 吃我飞球一毛 一日 清晨 前哨基地的广场上 久违地聚集了黑压压的一片玩家 往常的惯例 从地底下上来之后 不少玩家都会在这里待一会儿 看看能不能组个车队 或者找个大脑袋 好不热闹 背着猎工的精灵王富贵 走到人群前 扯着嗓子嚷嚷了一声 有没有搭乘七点班车 去长酒农庄的 敏捷戏玩家求祖 做榆木区的狩猎任务 有兴趣的思 依蕾娜 咦 老王 你不去和严淑老哥刷本了 精灵王富贵 今天不去了 温室遗址太干了 上千只鹅子卧槽 我只想安静地当个猎人摸摸鱼 老娜 一起步 伊磊娜 我不认识那个人 你去找你的老娜 精灵王富贵 笑嘻嘻地抓住了他的胳膊 老娜 别走啊 一起啊 滚啊 我不认识你 俩人朝着北门的方向走了 听到俩人交谈的玩家们 在一旁小声窃窃私语 我听说榆木区最近好像刷了一群变异雪狼 何止是雪狼 那个核弹坑附近 我特么连连找蟹都看见了 卧槽 那我可得躲远点 话说雪狼皮多少钱来着 NPC商店比猎狗皮贵一个银币 不过不重要 腾腾小屋大量收购 一张皮给四银币 毛色和雪一样白地翻一倍 兄弟们快冲 我我我 带我一个 一张猎狗皮贵一银币 一张雪狼皮居然有人出四银币收 这简直比之前的鹿皮还贵了 听说富婆腾腾有需要 懂事的小玩家已经光速换上了猎装 背上了猎弓和猎枪 尾巴瞅了嘶嘶一眼 嘶 你懂的 嘶嘶叹了口气 今天是雪狼对吗 你等我回去换个妆 雪狼 那种弱小的生物可不值得尾巴出手 择了一声 尾巴取下背后的铁拳火箭筒 扛在肩上 炫耀地说道 哼哼 你看我昨天抽到了什么 嘶嘶 等等 别告诉我你想去找猎找蟹 尾巴眼睛闪闪发亮地竖起了大拇指 尾巴给你点了个赞 嘶嘶 前往云木区的队伍越来越大 就连某只大白熊也凑了过来 举起了肥厚的右掌 鸭鸭决定也跟着大部队 去那里凑一下热闹 不过不是为了打猎 而是因为灵狐湿地公园附近的蘑菇 都快被它采完了 这游戏 蘑菇好像不是按天刷新的 只能去新地图碰碰运气了 除了做狩猎和采集任务的人之外 也有一些小玩家是奔着探索任务去的 废土OL的任务类型很多样 从送快递到搬砖 从捡垃圾到跑腿 即使是完全不战斗 也是能够获得银币和贡献点奖励的 探索TS是边缘 寻找新的幸存者据点 看着VM上的任务栏 穿着外骨骼的泉水指挥官 食指摩擦着下巴 眼中兴趣盎然 这任务听起来有点意思 虽然它是智力系 但有外骨骼 问题不大 一会儿找个感知系的玩家当前排 哪怕是萌新都没问题 反正就算打不赢 自己肯定也能润了 想到这儿 泉水立刻朝着武器商店的方向走去 打算用好不容易攒下来的200银币 买一把衬手的武器 最好是自动步枪 毕竟那根弹容量六发的小水管 和自己这身牛逼爆炸的外骨骼 也太不配了 不过让泉水没想到的是 当他走到武器店门口的时候 却是发现黑压压地围了一圈人 这里的人一点也不比广场那边少 仔细一看他才发现 原来是在开拍卖会 而且拍卖的东西 居然是管理者的战甲 现在正在拍卖的 是管理者大人曾经用过的KV 易改进行外骨骼装甲 虽然表面有一些划痕 但并不影响他的性能 反而恰恰说明了他的可靠 管理者大人说 他用不上它了 但他远远还没到退休的时候 希望他能为伟大的事业发挥余热 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 所以让我给他找个好人家 起拍价200银币 夏老板是直接照着稿子捧读的 念完之后 他还拿起一旁的小木锤 在桌子上有模有样地锤了一下 最近夏颜刚刚学会了拼音 楚光干脆让他来主持拍卖会了 理由是让他锻炼一下口语 虽然那发音断断续续 少了点气势 不过玩家们并不在意 谁在乎夏老板手里 拿着的是小扳手还是小皮鞭呢 他们只在乎管理者大人 那件拉轰的铠甲 木锤刚落下 立刻有人举起了手 直接加价100银币 直接跳过了小比分的追逐 将竞争拉到了白热化 边缘滑水 400 峡谷在桃眼鼠 我出410 WC真有蚊子 我再加50 峡谷在桃眼鼠 干 你特么买的装备 啥时候用过 边缘滑水 就是 全特么囤着了 有毛用啊 马卡巴子 把这个捣乱的蚊子抬出去 破音 WC真有蚊子 乱讲 什么叫囤着 我最近也要开始练集了好不好 而且 你这个老八凑什么热闹 你又买不起 马卡巴子 你特么才是老八 泉水在人群外面 都看傻了 这帮家伙咋这么有钱 300块说拿就拿 拍卖现场一片吵闹 没钱的小玩家们 反正也买不起 都围在周围快乐的起哄 看热闹 吃瓜 下眼打着哈欠 只觉得他们吵闹 这盔甲到底有哪里好了 居然赶上了 他一个月的基础工资 不就是个KV 遗憾了几块缸吗 虽说他是买不起的 不过昨天晚上 他是亲眼看见 楚光拿着匕首在上面笔划 并且阵阵有词地说 他的玩家们就喜欢这一款 还说什么 每一道疤痕都是勋章 傻子才信他的鬼话 敲了第二下木锤 就在夏老板估摸着该收工了的时候 忽然有一只手举了起来 五百 华 周围玩家们一阵惊讶 纷纷瞪大了眼睛 五百银币 谁特么这么有钱 众人纷纷朝那看去 果不其然 见举手那人是牛妈小队的方长 正打算加个一银币 恶心一下蚊子 严淑老哥刚举到一半的手 又收了回去 一件是方长 他顿时鼻子都气歪了 一脸悲愤地控诉道 干 你不是说好不和我抢的吗 边缘滑水 你个工兵要这种甲有毛线用啊 马卡八子 抬出去 抬出去 方长不好意思一笑 看着严淑老兄说 抱歉哈 兄弟 这个种甲 我不是给自己买的 是我们几个一起凑钱给队里的替买的 下次再有好东西 我肯定不和你抢 峡谷再逃眼鼠 我信你个鬼 马卡八子幸灾乐祸的拱火 哈哈哈哈 方长老哥牛逼 眼鼠毛都被薅秃了 哈哈哈哈 峡谷再逃眼鼠 百分号人民币警号at 老白拱了一下手 客气地说道 对不住了 兄弟 这个人情 我们下次一定还你 眼鼠叹了口气 摇头说道 也罢也罢 你们下次早点举牌 我也不浪费表情了 看到方长举牌了 蚊子也收手了 他倒是还能加 但没那个必要 都是一个牛马群里的 抢啥呢 况且他也抢不过 看着当场换上 管理者同款盔甲的老白 在旁边褒逼的泉水忽然觉得 自己这身橙黄色的外骨骼 一点也不香了 武器商店就能买到的量饭机型 哪有经历过战火历练的 上股传承墙啊 那一倒到划痕 就像荣誉的勋章 泉水一不留神看呆了 周围人都走完了 也没回过神来 就在这时 旁边有人拉了他胳膊一把 兄弟 掉线了吗兄弟 回头看去 只见是蚊子 泉水立刻警觉 把胳膊抽了回来 干啥 蚊子嘿嘿一笑说 不 干啥 就是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兴趣 安个管理者大人同款装甲 我可以帮你改 泉水咽了口唾沫 多少钱 不贵不贵 就收个成本价 二百银币 这特么还不贵 不过 咬了咬牙 泉水最终还是亮出了VM 准备付款 二百是吧 你确定和那个一样 蚊子拍着胸脯打包票 那必须的 我能骗你吗 就那东西我分分钟 可 我当然也是得花点时间才能做出来的 但请放心 你要是觉得不满意 地金科技全额退款 泉水 总感觉自己好像找错了人 不过问题应该不大 反正文字老兄都说了 货不对版可以退货 总之先试试效果了好了 八点之前 晨雾渐渐弥散 前哨基地内的小玩家们也跟着散了大半 都出去各忙各的了 随着陆地行舟资料片落下帷幕 一切似乎又回归了正轨 钓鱼老扛着鱼竿去了湖边 砍树魔争人杀鸡老兄 则是带着一帮小萌星快乐地砍树去了 打猎的玩家们大多去了更北边的新猎场 拾荒者们则纷纷拎着编织带 去了九成新的76号街 刚刚解决掉了变种人部落 一大片区域都空了出来 那一栋栋高层住宅和沿街商铺 在捡垃圾玩家们的眼中 简直就是宝库 被变种人占据的这些年 应该很少有废图客赶进去搜刮 估计能捡到不少好东西 至于高玩们 则是瞄准了那些更有挑战的目标 换上了尾动力装甲的老白 给自己配了一把带矛头的长顶斧 又从81号钢铁厂那里 够了一件钢盔 全副武装的他 简直比管理者还像个铁罐头 只要和队友配合好 注意站位 拉火线和封烟 对付几只魔鬼鹅 不在话下 一行人整装完毕后 士气高昂地 朝着76号街入口前进 准备和温室遗址地下一层的魔鬼鹅 继续死磕到底 严淑老兄原本也打算去温室遗址的 上个版本 他刚和队友集资 从牛妈小队那儿买到二楼的探索权 只不过就在 他忽然接到了管理者大人亲自发布的任务 攻略距离布朗农庄1.2公里的地铁入口 根据任务说明 地铁中藏着117号避难所的入口 只要能找到它 并清扫掉从地铁口到避难所大门一路上的一种 就能获得1200银币的奖励 并触发下一个阶段的剧情 当然 这个任务并不轻松 里面预计会出现至少四只爬行者 以及200多只啃食者 建议至少四只六名LV6以上玩家组队 并强烈建议 携带一名感知戏玩家担任侦察位 1200银币的奖励 严淑听到这个数字 眼睛都变成了银币的形状 二话不说 他立刻拿上了刚抽到的黑天鹅G9突击步枪 拉着敦工房里正要干活的蚊子 一起共商大事去了 马卡巴子本来也是要凑热闹的 但就在这时 他忽然也接到了管理者大人的任务 来到了疗养院的一楼 他见到了等候在那里的管理者 虽然平时总是一副乐子人的样子 但面对有好感度设定的NPC 马卡巴子立刻换上了靠谱的表情 毕恭毕敬说道 管理者大人 您找我 楚光点了点头 从旁边拎起了一袋玉米种子 这些种子 是他从开拓者号那里买来的改良枣鼠种 产量虽然不算很惊人 但胜在生长周期短 且对气候要求没那么严格 施肥到位的话 70至90天就能熟 这一袋种子 约莫有个5公斤重 重个两三亩 应该没什么问题 少了说 也能产个600公斤的玉米 乐观的话没准 能到900公斤 温室遗址的第一层已经攻略 那里的培养槽可以利用起来 我这里正好有一些种子 我需要你替我种下去 这项任务 关系到避难所的粮食安全 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很关键 希望你能认真对待 如果出描率不错 我会给你安排更重要的任务 你可以把这些种子 当成是一个考验 一听有地种了 而且种好了 还有后续任务 马卡巴子眼睛顿时一亮 二话不说 立刻点头 放心地交给我吧 管理者大人 我会将这些种子 是做我的生命 楚光心中笑了笑 脸上仍旧是庄重的表情 嗯 那就交给你了 任务 播种玉米 并照料作物 看到更新在VM上的任务 马卡巴子激动地挺直了腰板 定不如使命 感谢胡志祥 HHZZ6的盟主打赏 刚才差点睡着了 好险 这几天作息有些乱 感觉要杜劫了 Cuck